因为你在一个国家要使用军事力量的话 这大多数国家都是很忌讳这个事的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它很难 但是中心局呢跟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合作 第二个打的就是国际反恐的这个 国际反恐的中心局呢也确实有很多的合作的这种可能性 其他国家也有这种需求 所以这个对这个的就是通过政府间的行为 通过中心局来出面来做这个事 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就刚才讲的就是早期中心局 他自己还配了一些无人机 也包括差达一笔无人机他也做 最多数有80加100加 对他在最早也是大量装备 但是后来呢实际上在M-9出来之后吧 M-9的主要使用是美国空军嘛 而且M-9的能力要强得多 所以慢慢的呢就是从这个政治来说 过去中心局干比较避开这个其他国家政治风险 但是慢慢的做了之后啊 其他国家也没有表示更多的反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怎么说呢 都是美国政府的资产 无非是由中心局局面去操作 还是由军方来操作 所以这个都是美国政府的资产 这些政府资产这个别人没有太多的意义 可能他就慢慢的要解除这种自己的套索 就更多的让这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因为美国军方在这个方面的话更专业 第二很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当时他后期的 早期的他这个反恐行动啊 集中在北非啊 集中在野门啊 还有集中在这个像这个叙利亚呀 后来的叙利亚早期的是阿富汗 后来到伊拉克这些 在这些地区展开 包括在非洲国家一些国家展开 因为后来美国设立了非洲司令部 作为他的一个地区司令部 这样的话他在掌控前就比较大的提升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 美国原来在吉布提议有一个基地 军事基地啊 这个军事基地当时就是在整个北非地区和中东地区的 比如说在野门的这个无人机攻击行动 这些无人机就部署在这个地方 是由美国军方来运行的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就是军方在这个 侦察打击一体化的能力上面 在全球的测控上面 因为美国的军事通信卫星 全球的通信靠这个军事通信卫星 这都在军方的资产 先进的无人机 先进的其他的保障设备 都在军方手里掌控了 所以更好的由国防部来组织的话 可能更协调更方便 因为他所有的一条链都在这个打击链 完整的一条链 而且这些年美国的指挥 全球指挥控制能力和打击能力 都在显著的提升和改进 所以他把这个事就移交给他了 还有一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要严实的说的话 原来在阿富汗 今晚2021年撤军了 原来在阿富汗待了将近20年的时间 然后还有在这个 后来的在叙利亚干预 直接干预 在叙利亚境内有他的军事基地部署 那么在中东地区也有他的军事基地部署 包括原来基布提军事基地 这些呢都可以良好的管控整个中东地区 还有这个在非洲 特别是非洲北部地区的这些 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斩首行动 或者无人机的定点清除在那个行动 所以这个军方的能力应该说更强一点 更全面一点 而且更好的避开了过去中央情报局和这个军方 实际上他两家也要协同 那么我们看到在一些重点的作战行动当中 他们两家也是协同的 比如说那年这个2011、2012年的五一节的时候 击毙这个本拉登的那次在巴斯坦进的行动 他执行任务的是海豹突击队 美国军方来总统直接指挥军方 通过军方来实施的这个通过筛联会来指挥的这个 但是我们看到他里面 那个二多个突击队员里面 其中还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雇员 还带了一条狗 总共是这个参与这个行动的 因为美国的情报口是无孔不入的 中央情报局只是美国情报口的一个代表性的机构 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过去也是 美国搞代理人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过去的你像本拉登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到 本拉登最早是在70年代后期 80年代那个时候是在79年 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那时候美国扶持了这个抗击的这个游击队 就是阿富汗扶持游击队和这个本拉登的这些人 训练完了之后 这些训练就是由中央情报局来出面来组织的 所以中央情报局不仅是暗杀的高手 也是进行武装颠覆的一个就是首要的这个机构 所以中央情报局干了很多的事 他在典型的他在典型的在失败的东西 是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古巴的这个爱扎卡斯特罗的行动 组织了一两百次的爱扎行动 唯一成功 但是他始终其而不舍的去组织这类的行动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这个中央情报局是很特殊的